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蝴蝶腳蛙 那我們今天要帶大家看的是 蝴蚪要等成青蛙的狀態 那這是綠霸王腳蛙 這些蛙 喔對 綠霸王腳蛙 它跟蝴蝶腳蛙的 差異 現在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我有一個不是很確認 它的下巴開始慢慢要變黑了 那蝴蝶腳蛙是不會變黑的 然後它底型是不太一樣的 不過因為我們沒有蝴蝶腳蛙的蝴蚪 所以還沒有辦法跟大家做個對比 那這時候的狀態是 它的準發這邊 從蝴蚪變成青蛙的時候 它會脫牙 就是蝴蚪的牙齒會脫落 變成青蛙的 就是大家看到腳蛙青蛙的圓形的準 然後從這個階段 已經脫完牙之後 它就可以開始轉肺呼吸 那這時候到脫完牙大概也需要 一至兩天 所以我們把它放在這個靜置池裡面 那這就是現在要轉成蝴蚪 蝴蚪要轉成青蛙的樣子 這時候是對青蛙的兩次最困難 最艱難的時候 那等到它完全收完尾大概需要 一周左右 如果溫度在30度左右的話大概需要一周 那溫度越高就越快 好 好這時候的狀態 它已經脫完牙了 也就是剛剛你看到我的 我拿蝴蚪 的時候離 那隻蝴蚪的距離大概是 四天 三天到四天 然後它要收完尾大概需要三天 這時候的青蛙 然後我們也可以稱為青蛙 因為它已經轉肺呼吸了 這時候的青蛙 它是不會吃東西的 因為它現在我們把還有能量 提供能量給它 所以說它也不會互咬 所以這時候我們是可以把蛙放在一起 就只有這個階段 然後等到它完全收完尾的時候 它就會肚子餓 有些時候還沒收完尾 可能還需要 可能還留個0.5公分左右 它就會開始吃了 那這還需要一至兩天 那這就是蝴蚪轉成青蛙的一個過程 記錄給大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訂閱跟分享 謝謝